大水已经淹到屋里 全家还在沉睡 突然一声炸雷 终于把女人惊醒 水 羊 羊 把水了 等婆婆醒来时 水都要淹到炕上了 她的第一反应是 寒醒孙子拉着她向门外逃去 金银细软已经来不及收拾了 媳妇只得用衣服裹着几个馒头 匆匆追了出去 可是到了屋外才发现 到处是汪洋一片 再是哪都去不了 在屋顶吧 情急之中 媳妇拦下一个飘过来的大桌子 扶着婆婆爬上去 自己则带着儿子爬上了屋顶 可墙体是土做的 在大水的冲击下 变得摇摇欲坠 更要命的是 水位越来越高 屋顶已经不再安全 危急关头 婆婆毅然爬上屋顶 把孙子推回桌子 你记住了 你姓牛 你是爱牛家的号 媳妇把救命的馒头 扔给年幼的儿子 然后恋恋不舍地 松开了腰间 拴住桌腿的绳子 以便儿子能够飘走 就这样 婆媳妇把活命的机会 留给了牛赵后 而他们则随着 房子的轰然倒塌 再也不见了踪影 大水退去 牛赵后靠着母亲 留给她的几个馒头 幸运地活了下来 还在逃难的路上 结交了两个 同病相怜的小兄弟 为了活命 三人结伴来到开封 可他们年纪太小 想混口饭并不容易 就在他们走投无路时 牛赵后灵机一动 在一家酒楼门口 嗅起了绝火 精湛的刀工 立即引起了酒楼老板的兴趣 去炸一块肉去 为了试探牛赵后 老板陆一发让伙计 拿了一块猪肉 扔到牛赵后面前 赵后也不废话 包护一致的肉片 粗继均匀的肉丝 样样是手到进来 看得陆一发 频频点头 陆一发眼前一亮 正所谓 长远厨师变天下 刀勺生离多名家 河南长远县素有 厨师之乡的称号 这小家伙刀工不错 想来厨艺方面 也是颇有潜力 如今又没了爹娘 简直是捡到饱了 到我一发楼当厨工 管吃也管住 但没厨境 然而 就在牛赵后他们 好不容易安顿下来时 一个陌生的男人 突然找上了门 不是你 我认识你 我没爹 儿子不认他 老板陆一发 也对他发起了逐客令 为了能让父子相认 欲出牛长远冲冠一怒 引发了一场 震惊开封的厨艺大战 你看 这叫活鱼活吃 这可真是活的 频繁一声令下 厨艺大战正式开始 快上黄河大鲤鱼 陆一发这边 忙得热火朝天 距离开堂一气呵成 再凭精湛的刀工 把鱼叼成菊花状 裹上淀粉 炸成金黄 配上精心雕刻的龙门 大功告成 路易发 菊花鱼 反观牛长远这边 连鱼都还没有收拾 直到对手的菜要上桌了 才开始处理起来 只见他迅速的 距离开堂 两侧切花 然后用湿毛巾 裹入鱼头 快速放到油锅里 趁鱼还没有反应过来 结束油炸 摆到盘里 趁热鳞上调好的烹汁 远观起来贫贫无奇 可是端竟一看 才发现另有乾坤 我这是活的 妙趣横生啊 塞动嘴章 用餐者无不惊喜称奇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吃过活鱼吗 你知道吗 听说这个时候 如果你向鱼敬酒 当把酒倒入鱼嘴时 鱼塞动得更快 鱼嘴章得更大 这就叫活鱼活吃 尝一口鱼肉极内鲜美 口味鲜香适口 不错不错 众平为赞不绝口 相比之下 路易发的菊花鱼 虽然造型更加精美 却少了几分灵动 尝一口 众平为面面相去 暂且把比分记下 继续下一道比试 中原土鸡 如何把普通的食材 做出不普通的味道 路易发可是下了血本 把鸡八股去内脏 只留下一副空皮囊 然后把人参幽鱼 猴头菇等八种高端食材 连带着多种香料 一股脑的塞到鸡里 密封包扎成葫芦状 上锅蒸熟 再淋一层热油 最后勾上一层浓汁 色泽鲜亮层次丰富 美其敏约 八宝包鲜 葫芦鸡 再看牛长远这边 高端食材一样没有 所用的配料 也不过是最为常见的 八角花椒大蒜的 至于鸡的处理 就更简单了 直接在锅中炸完了饰 然后切成小块 再拼回鸡的形状 配上一叠椒盐 走你 你爹这两下 就敢拿不出手 可想而知 这样的作品一上桌 气势上就已输了半分 连平伴们都不由自主地 偏爱起了葫芦鸡 吃起来连连叫好 只吃得心满意足 才勉为其难地 尝了一口炸鸡 嗯 鸡肉入口的一刹那 味雷瞬间爆炸 裁判们一脸惊讶 暂且记下笔分 继续后面的笔试 后面的几道菜 路易发走得依然是 高大上的路线 牛长远则是 一如既往的简约风 半个时辰之后 笔试正式结束 开封府已公布结果 路易发的菜 做得是好看 好吃 高档豪华 而牛长远的菜 就如同乡间小道 不登大雅呀 数有数列 一目了然啊 说着就要一锤定音 这时 同为评判的陈华师 替牛长远打抱不平 认为牛长远的菜 虽然食材简单 但是主题突出 味道鲜美绝类 能用最简单的食材 做出不简单的味道 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反观路易发的菜 虽然食材高端外形精美 但是中看不中吃 就比如那道菊花鱼 火猴已过 鱼肉没有鱼味 没有一点鲜味 再说那葫芦鸡 因为高端食材堆砌 鸡反而成了配角 不符合比赛的主题 另外食材之间层层抵消 以至于美味不足 所以豪华有过啊 美食比赛当然是味道第一 是形象 味道 样子 味道 众评判争执不下 最后各退一步 本次厨艺大战 牛长远和陆一发 打成了平手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认为味道第一 还是样子呢 牛长远和陆一发 谁更胜一筹呢 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